配合走六镇地方都市计划扩建火车站前面的广场,费用由铁路局和县政府以及走六镇公所个别负担三分之一,原有在火车站南边的藏场火车站站址将全部拆除。 厂场火车停止以后,原有走六开往厂场和大轮之间的火车单次,由客并来代理。走六镇明一直希望铁路局能够利用这次广场扩建的机会,建建铁路餐厅,方便往来的旅客休息和愿餐。